越語故事 越聽越喜歡 歡迎收聽越語故事 今日要同大家講的故事是 我身嘗膽 春秋時期 吳角和越角發生了激烈的戰爭 越角戰敗 而越王勾錢就不幸 成為了吳角的街下囚 在被關押期間 越王勾錢受盡了吳王的絕望和羞辱 但是他沒有因為這樣而悲觀絕望 而是暗暗在心裡發誓 我一定要再次強大起來 打敗吳角 報仇雪恨 三年之後 勾錢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他發奮圖強 克虎智麗 為了不要忘記 在吳角所受的苦難 勾錢每天都躺在柴火堆上面 而冬天就會抱著冰塊 夏天就會敲著炭火 他還將苦膽懸掛在自己的房間裡 吃飯和睡覺之前 都要舔一舔膽汁的苦味 用來激烈自己的鬥子 經過了十年的努力 越角漸漸強盛起身 公元四七三年 越王做足準備 雪冰一舉打敗吳角 我身嘗膽 我就是躺在上面的意思 身就是指柴火 而膽就是一種內臟 味道很苦的 嘗就是指嘗試 我身嘗膽這個成語 就是比喻黑虎智麗 發憤圖強 時刻用苦難來激烈自己 記住要實現夢想 或者是一些目標的意思 故事講完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